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人民广场跟大家见面了 这个节目数来都是以文化为主 但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个说话 你不搞政治 政治来搞你 所以有时 都是文化问题 都是文化问题 那我们去讨论政治问题 就不是用政治角度 我们是用文化角度 那为什么会提出这件事呢 我和满叔的年纪很大 我们经历过火虹的年代 我们的火虹的年代 不是2014年 就是1967年 1967年 最重要的一年 现在香港最重要的一年 我们两个年纪都不算大到67年 我们有什么回忆 但起码我们都见过 那你说火虹比上来 我个人觉得 其实是2014年是火虹一些的 但如果你论 那个全球性的范围 就是1967年 原因很简单 因为去到那个时候 其实应该是社会主义 或者是默克斯主义的高峰 因为很多人都相信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提出 这个这么闷的话题呢 那事源呢 大家知道 在上个星期 我们这个节目出街的 大家一个星期之前 就是所谓的十月革命的 一百周年 一百周年 昔席我在欧洲旅游的时候 我以为 那时候刚刚是一百周年 那又很幸运呢 我在苏黎省的时候 就特地走了去列宁 在1917年 既居那段时间 1917年年初 他住在那里 我在其他节目 特别是欧文茶叉 我提过 就是那里 以香港的比喻来说 就是劏房来的 他只是住一间房 而且差不多是没钱住 三餐就不算了 租黎稀的生活费也挺高 谁知道很高 到今天也很高 现在就高了 现在就高了 没钱不要去瑞士 吃一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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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一餐一千多港元 吃个汉补巴巴一百元 一百元港元 可知道 我知道 那他为什么要在那里呢 就是既然 原因很简单 因為要流亡 流亡要选择一些地方 他要掌握到资讯 和周围的革命同志 可以保持联络 但是這個過程本身其實是相當之辛苦的 因為我最近看他的歌在那段時間 在1907年到1917年 就是那十年時間去流亡海外 逃出俄羅斯流亡海外的時候 他是一種黑苦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有革命 一直在等著 身邊的同志被抓就抓 死就死 病就病 自己生活有不如意 壓力又大 但是在這樣的時間他都捱過了 就終於被他拿到一個機會 就回到俄羅斯 就一招搞定了 所以這個十月革命的一百週年 理論上不多不少都要看回列寧 但是沒辦法了 去到現在其實是整個社會主義的市場崩潰 即是連這個一百週年的紀念 大家都看到是梳梳落落的 但是這個革命本身是否完全沒有任何紀念 那肯定不是 其實有兩樣在藝術上 它是創造了一個時代出來的 在畫方面有所謂的構成主義 你看到現在蘇聯那些時期那些 譬如海報 畫 設計 其實都是一個時代的造型 甚至對現在都還有一些影響 其二是電影 以獨色的電影來講 蒙太奇理論 我不知道今天那些電影人 還對這件事有沒有興趣 其實跟這個十月整個革命本身掛勾 這個就是愛心斯坦 不要撈亂愛心斯坦 愛心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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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些場面現在都拍不回來 真的 譬如我們看 拍片時代 譬如我和阿姆祝 還是影師的年代 即70年代 那時全世界十大經典電影 一定有愛心斯坦 有有有有10月 這個什麼 《普特金戰藍》 《普特金戰藍》 《普特金戰藍》是10月 現在沒有了 現在全部沒有了 現在 最近香港電影節都有放他的電影 那為什麼說這些片 下就是電影節 為什麼構成了 就是在我們那個年代 你看看 他怎麼剪那段片 尤其是剛才提到 就是那個群眾動動 他記得有一場 他在那個斜路那裡 就是Odessa 應該是烏克蘭那裡 有些群眾在示威 跟著有一個 就是一路一剪 就剪了個嬰兒的車 一滾下來 這些這樣的張力 這些這樣的剪接 到現在還是經典的 全世界都可以學他的 我們那個年代 就將它賦予成為革命的意義 你知道非常透氣 高達又討論很多這些 蒙戒奇的理論 你講解高達 大家要注意高達的電影 現在就可以放下 正常一點 還有高達的紀錄片 紀錄片 有一部片 講解高達的傳記 傳記 這個就剛剛看到 就是我所知道 他的二三次 高達1967年 我看過就是 又是電影的經典來的 他有一部 他有一部 他的生平 他的故事 他的傳記一段 來拍成電影 這部 這部真是很重要 真是想不到 今年這個 還要參加康城比賽 真是 但以高達的年紀來講 都已經過了一天了 他很有趣 我最近就是 Woodie Allen 就訪問了他 是嗎 又有一部電影 就講 Woodie Allen 真是很有趣 年這麼老的時候 還這麼多人 他還是一個討論人物 就是電影頑童 到現在這個年紀 很多東西都很破格 我不知道 因為對現在的影迷來講 這些 剛才我們講的 人物已經 完全沒有感覺 我記得次官講的 說話 他現在教這些學生看戲 黑白片是沒有人看的 剛才我們講的 比如這些 阿森斯坦 真是黑白 你講一下 現在 有一部電影 我都要講講 就是杜文澤的 空手道 空手道 我要講一件事 就要特別講一件事 他拍出來的方法 有些 楊澤昌侯孝然的感覺 那不是你 他怎樣 很簡單 他可能是省錢 不定 一個鏡頭一個鏡頭 一個鏡頭 一個鏡頭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他就是 特點在哪裏 我喜歡的電影 後面 就是他沒有香港電影 一般的流窄 沒有了流窄 就是 我喜歡的東西 他都沒有 我不是讚他 這件事也可以說讚他 就是他沒有那些壞的東西 香港電影最差的 即是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 還有很簡單 每一個畫面都很頂頂的 完整的畫面就完整 就是他 我們以前說過很多次 就是 譬如你拍一個場景 那個場景 那個鏡頭不會動的 不動的 但裏面做的東西 他也不會說 無厘頭剪掉他 也不會移位 還有他後下然有一個最基本的 一個方法 一個原則 就是 凡是動作未完 他就不要剪掉 一定是完整的動作 就是喝杯茶 喝了一杯茶 你不要喝中間半路 就剪掉了 剪掉了 那這個是不是跟我們剛才說 愛心斯坦的理論 有矛盾 有矛盾的 相反的 因為愛心斯坦 就是講緊湊 反應 我們再重複一次電影的理論 愛心斯坦的蒙太奇理論 就是在電影很早期 因為那時都沒有發掘過電影的潛力 沒有explore過的potential 而他試過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拍一個男人 接著拍一個蘋果 那個男人笑的話 拍一個蘋果 那些人就在這裡推敲了的意義 就是這個男人想吃蘋果 如果那個男人又是在做同一個表情 剪掉一個女性 就是對這個女性的 就是一種 譬如說他那個戲劇下我怎樣 譬如說我這樣 絕大來斬你 他沒有拍到那個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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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就已經開始害怕了 一接下去就表示這個 就是令到你有這個感覺出來 有一個Tension 你看這個普特金戰爛或者十月 就很多這些 就是什麼叫textbook case 就是拍一個反應出來 我抵高手要斬你 你後面就那個反應 變成那個動作 那個畫面 跟那個畫面一接起來 就變成有一個 意義在那裡 有意義在那裡 那些就是蒙太奇 那些就是產生的剪接效果 那有個時期 人們就認為蒙太奇 就是電影的精髓 就逼到現在有一段時間 摩理活電影就剪得很密 是 剪得很密 很緊臭 但是 孟叔你必須要看一件事 就是漢里活怎麼剪到這樣呢 港產片也有他的功錄在那裡 特別是我們徐克 譬如他剪片 曾經有人把他的剪接 就是和安心斯坦作一個比較 即是相提並論 甚至 那當然藝術性方面 和革命性方面 就是兩樣東西 不能相提並論 那香港是因為動作場面 就很壞 然後製造 那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提了很多次 Visually Beast 不等於Visually Witch 你畫面的視覺元素豐富 可能不需要佔得那麼多 現在那個剪的方法 就是Vis的方法 就是廣告片的方法 MTV MTV 幾秒鐘就剪了幾秒 一兩三秒 即是等你看不完 那你看不完 有個感覺就是好像很多東西 好像很多東西 其實就是 很多東西都是 重重覆覆的 眼花撩亂 中國有時候說眼花撩亂 眼花撩亂 眼花撩亂不是表示witch 是啊 你頭暈了 但是這些所謂美學的爭議 今天 今時今日已經明是黃髮了 今天就沒有人會再爭辯 我們那個年代 就很多這些電影理論 就是將它煲到很大 但是今時今日 但我們的意思是說 今天有機會看到 杜汶澤這樣拍戲 大家就想一下 他的畫面一定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真的有好處 都起碼沉澱了 沉澱了 畫面比較實際一點 還有你看 深層一點 其實都體現到那個人 他做這套片後面的心態 心態 即是那個人已經定下來了 定下來了 不會為很多東西 不會 好像廣報片 飛來飛去 剪來剪去 我們說回十月革命 那到現在呢 很坦白說 這個所謂十月革命後面 那個意識形態的支柱 馬克思主義 應該徹底崩潰了 即就算紀念這個革命運動 都沒有人會再去重溫 即馬克思主義 這樣可以再講清楚一件事 當初革命 就是平民推翻貴族 這個明顯就是 那些平民很討厭貴族 這樣窮奢極恥 但現在的世界革命 不是說這件事 因為它推翻不是為了 你窮奢極恥而推翻你 另一件事 即可能是 即有些制度的問題 還有很實質的環保的問題 環保的問題 但環保的問題 大家不要覺得很黑山林 即有些地方 因為香港沒怕 是水都沒有 有些地方 喝的水不乾淨 其實你在中國也看到 垃圾堆 印尼也看到 還有食物不安全 很有問題 這些再加上經濟 我最近有個朋友 醫生跟我說 這個國家怎樣 都沒有用 當食物不安全 奶粉不安全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承認那個國家 是 是 怎樣可以承認它強起來 是 因為你是基本的東西 我想這位醫生的論調 其實都很清晰 清晰 就是當你在很多方面 譬如說 你GDP 或者你軍事力量 或者你經濟力量 你的鐵路跑多快 你的鐵路亡多密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食水不安全 你的空氣 不清 不清 為什麼食物會這樣 這些東西 是沒有人可以說出來的 但是 到了今時今日 這個 中國的制度 其實都很模糊 究竟它是社會主義制度 還是資本主義制度 我想這個要交給社會學家 還有一件事 就是一般人 一般那些 猛毛 或者五毛黨 自卑一致 他比較 就說 我們以前沒有吃不飽飯 現在沒有吃 真光頸靚 我們要多謝 多謝國家 多謝政府 這樣太離譜了 你這樣說 給我聽 你用自卑的真理 來講 這個現實的成就 你真是太低低低下 以新港頸靈吃飽 現在在外國人面前抬起頭來 以此自豪 真的沒有辦法 真是 但是這件事很成功 譬如 就因為這樣成功 是的 就是民族主義那件事 尤其是 譬如說你把這類民族主義的文章 他在網上大家分享的時候 就形成了一個效應 是 現在最大的問題 效應 效應 很多人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 接受那套東西 原來讀過很多書的人 博士 美國回來 英國回來 博士都是這樣接受 你講這個我最近才知道 其實的而且好像你這樣 所以大家就不要低估 這個 中國爭取民主的可能性 因為事實上去到現在 我們自己真是知道 這個是第一手經驗 是很多這些中國的所謂就的教育 我不可以稱之為自己的群子 基本上是所謂那個中限階級 是完全相信這套東西的 因為呢 現在我很多人怕 逢是 蘋果電腦 蘋果手機 一出爐 立刻有一萬條片 就踩 手機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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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賺華為 賺那些 賺中國的手機 這些東西真是 這些 連那些 博士的 都加上去 都加上去 這樣 但是你看這個 其實你覺得是不是有組織動員 還是還是 當然有組織動員 最大的問題 組織動員是一個 大家要看一圈 但問題現在可能不會看 不會看 連那些片 因為現在它用很多不同的來源 來畫那些片 甚至美國發回來 有很多 譬如說我看一條片 最近有一條片 看一段文字很有趣的 美國記者訪問 習近平真是夠膽死的 做一段訪問 擺明是假的 擺明是作出來的 是不是 接著就傳來傳去 說說得對 那你傳得多 你之前形成的效應就是 大家都說對 那就對 因為他現在 他的手法是現代了很多的 但是問題 一般人 可能片來得太多 那他都分辨不了 真還是假 就變成先接走了 所以呢 聽說 某個地方 我忘記了 芬蘭 就開始一個課程 給這個學生 去分辨什麼真新聞 什麼假新聞 但是 這件事本身 就是 倒估一尺 摩估一像 理識分辨 他是做得更加精緻 做精緻 現在所以在網上 有所謂的內容農場 因為現在那個 他買通的人太多 他直接可以叫美國佬 大家會知道一件事 現在你BBC CNN Decover Channel 什麼東西 其實都有廣告時段 你可以買節目 跟著他拍些東西出來 讚你 怎麼讚到你飛 那個樣子很簡單 因為電視台不賺錢 對 賺到你飛 很簡單 你去美國 紐約 遲台廣場 那條廣告片 不停地播的 可以播一些中國那些 中國好啊 中國 強起來 大好河山 那些是廣告片 但是信以為真 也同樣道理 現在電視報紙的 有些失片文 幫你做失片文 那些在我們行外稱為 廣告 加新聞的內容 那你有什麼成就 他就講一下 譬如說你很簡單 那一段時間 就來有 講朱澳大橋開幕 他就稱讚你世界大工程 這樣 很多片正在播 那連Youtube也有這些 那些就當是廣告片 廣告片 因為那條片是來自北京的 甚至來自政府 來自政府 製作 你製作 他只要加 那幾句話 這樣就當聲出來 那你就當 如果你照吞 不懷疑 就這樣 我們講這個 其實想點出一個主題 就是兩個 一個現在還是 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 一個曾經是 我們講俄羅斯 剛才中國 他現代化透過這些 網絡大軍 他因為他現在有一個很好的 他有自己的 他對抗Facebook 他自己有自己的Social Media 你有WhatsApp 他又有WeChat 變成他有自己一套的 文化 他控制你很容易 是啊 但是除了這件事 俄羅斯也懂得玩 俄羅斯 最近有一個新聞 遲些會在美國國會查 就是去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 俄羅斯涉嫌大量用Facebook 和Twitter的一些言論 去影響整個美國總統的選舉 現在Facebook的老闆 就要 Mark Zuckerberg 遲些可能要上美國國會解話 當然 這又有一個問題 原來所謂的專制 或者怎樣 他都適應時代改變 即是用現代科技去 恐怖那個 意識形態的控制 很簡單 因為他有維穩費 或者統建費 他花很多錢 其實不是花很多錢 因為他都比以前 溫暈報紙 溫暈電視台 現在你溫暈報紙 影響不了輿論 不如你把錢放到Facebook網絡 由那裏出更便宜 很便宜 便宜了很多 這個證明就是 真的叫什麼 與時並進 你專制你都不可以守舊 你都不可以保守 你都要有些新思維 不過那個內容都是要 重固政權為主 現在他可以拍電影 拍你電影去入荷里活 漸狼儀 又可以參加了 奧斯卡之類的 他真的影響你 有很多錢 因為他不如用錢來做這件事 就好過做其他東西 即是現在新的方法 因為跟我們當時不同 譬如當時他怎樣影響世界 大家知道 透過所謂政治的宣傳 譬如怎樣去宣傳這個馬克思主義 怎樣去設計一些典型人物 喜劇 但這套東西在現在已經完全不成功了 他就能夠將這件事去翻身 透過所謂那個社交媒體 互聯網 用你們玩開那個遊戲規則 去影響回來 而很奇怪的是 這個西方所謂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 他對這件事好像真的沒有什麼警覺性 如果是真的話 就去年美國總統選舉都被他搞定了 即是如果這件事是真的話 所以這個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 就是 已經形形態崩潰了 但是後面那件事他仍然可以 即是 他與時並進 這個就真是 他最拿手都是 聯絡群眾那裏 動員群眾 動員群眾 動員群眾這個最拿手 最拿手 但是 他未證過 他死心不惜 他仍然是 是 認為他做這部分 他做得很成功 這個也不可以否認 即是同來 這個 共產主義政權 動員群眾的能力 控制群眾的能力 有好幾個人物都是經典的 怎樣創造一個 所謂個人崇拜 那講到這個問題 阿姆叔 我和你這個年代 都 親身體驗過什麼叫個人崇拜 但是我的感覺 看回現在 這件事會回來 當然 所以我一定要講一下 1933年 奧南派運動會 那件事 大家一定要看多些 那個 那個女導演 Lanny Riffenstein 對 那片 怎樣拍一段片 可以令到那些人 好像催眠 對那個 離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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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如果經歷那個年代 就對這件事 不夠有少少免疫能力 是啊 我們看過那些片 是啊 但是很多香港人還未知 你不要說香港人不知 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件事 我反覆去看 荷里活現在的電影 都用了 這個Lenry Riffenstein 完全用了他的東西 只不過你不知道 你Ping for the war 這個 Videos Videos 都是用那些方法 即是用他的意象 意象的 譬如這些 皮 或者很多人 去操 形成了一個幾何的圖形 全部他玩過了 玩過了 是啊 那這些東西出現哪裏呢 接下來 Star Wars 又是完全是這樣的 不過最大的問題 你看了你不知道 你看了你不知道 是啊 不過這個就涉及到 大家對電影的歷史的認識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就要 不時要跟大家去重溫 是啊 我已經講了很久 講了 父口和心講了很多次 1933年的Videos 就是要看Youtube 看多一點 是啊 講了這個 其實就是 今次這個 也有的 因為這個就是 跟這個 哥德學院 去合作的 我一看 有些片 真的是厲害 這個 不過都做完了 希特拉青年團 這些是黑白片 不過是那個年代拍的 還有一個更有趣 我覺得我滿叔 都有點驚奇 原來1933年的時候 1933年是最重要的一年 1937年 1937年的時候 德國和日本 是合作過拍電影的 這個電影叫什麼 新樂土 是講滿洲國的 當時原來兩個國家 是第一次 這個時候還沒打仗 是打仗前一兩年 193年才打仗 但是已經開始 這個盧溝奇事變 1937年的時候 就是日本的導演 伊丹萬作 和德國的導演 亞洛范克 合作拍一套片 就宣揚這個 納粹主義 這些片 不要講什麼 香港難得 這些片是禁忌來的 其實 在德國和日本 都不是很想提回這些片 但是香港 始終我們都是一個 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這些片 剛才我們講的 德希特拉青年團 這些片 這些片 就是可以 你現在真的看得到 這個 其實大家用歷史的角度 去看 特別是現在他紀念 這個就是日本 一個很傳統的女演員 袁節子 袁節子 這裡順帶 到尾就要看一看 阿滿叔就不要出聲 因為這個是純粹我講的 這個我看到 就是他紀念這個 尚圍果 尚圍果 我們熟悉電影的 就知道 這個就是法國的電影天才 特別就是一個粗行名分 就是後來很多電影都用的 就是那幫小孩子 就是枕頭 就是砸來砸去 整個室內都是那些棉花 為什麼我會提這件事呢 就是我介紹大家 推薦這個尚圍果 而這套片呢 就設這個影后座談會 就是講的就是 黃愛玲和李卓陶 那涉及到李卓陶呢 就 我有一件事就不肚不快 就他講 譬如講這套片 說這個導演 怎樣革命啊 怎樣反朝 就是無政府主義啊 或者是 就是反建制這樣 那 其實講這話 不需要講得遠 你給這部消息的檔案 其實在電影節放 其實已經功德無良了 那你身為電影節的那個 策劃人 你就賣掉了這套紀錄片 那現在就講這個 如何反建制 如何無政府主義 那我覺得 很吊詭 有些東西就 近的 就不容許 遠的就容許 是啊 外面的 發覺的容許 你不要講了 你留給我講的那些 但是涉及到消息檔案 滿叔其實就 還有些事情要講的 我們上幾次去講的時候 滿叔當時還沒看 但是他看完之後 就有很多事情想跟大家分享 那下一節回來 就給滿叔去講講 就是他對這個消息檔案的一些看法